大家好今天是11月29号周二 由中文投资网老王给大家进行周二的美股收盘分析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昨天晚上 就是大概在北京时间三点钟中国卫健委发布了新闻发布会 CNBC也做了直播 我的电报群直播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些分析 当时中国卫健委基本上提出了两个方案 一个是给老年人注射更多的疫苗普及率大幅的提高 另外一方面各地出现了一个宽松的现象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的苹果的主要的制作地 富士康郑州已经解封了 那么中国的很多地区都发布了解封的一种比较宽松的一些信息 同时中国的政府也对所谓的境外势力发布了一个比较强硬的延迟 那么这种内境外松的走势 一种政策应该说对于暂时的 从周日周末起开始的中国示威的风潮 可能已经逐渐的起稳 那么今天除了苹果继续下跌 因为著名的台湾分析师 他认为苹果可能会推迟送货的量 送货的时间可能推迟到Christmas 而激素可能会在1400万到1600万台的 iPhone 14和iPhone 14的Pro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整个的市场 在标普特别是标普跌到了3941附近 3950 3944附近得到了一定的支撑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变盘 因为大家都在等待明天鲍威尔 在1点半美国中度时间发布的讲话 还有周四我们看到PCE数据 周五有飞龙 未来两周之内的美国的还有CPI数据 和美国的下周的一席会议 所以大盘已经逐渐起稳 那么我们看到的今天整个的成交量 也是非常的低迷 所以总体我们在接近200天均线回调 中国的事件没有继续发销 非常遗憾 这些带头喊口号的这些朋友 可能会后续会有一个秋后算账的动作 但是对于老百姓 因为现在很多警察都跑到大街上 站岗到处严查手机 对中国老百姓是一个震慑的作用 所以中国的示威已经宣告结束 那么周日的时候我曾经做过直播 要大家注意中国的现在的情况 那么今天我可以跟大家讲了 这个可能已经结束了 因为内收外景的老百姓也是在是没有办法继续的进行闹市 那么除了苹果受到比较大的冲击之外 我们要注意美股将会进入一个第二阶段 我们不排除新年行情的继续 有很多朋友说老王喜欢变 本来这个行情就是要变 因为你不变的话 你很难在股票市场上生存 毕竟咱们从10月13号这一波大洋棒拉起来 已经开始了一波上涨 那么我们在这里依然可能是一个ABC的 走完了标普的话 我们可能还是一个ABC的调整 然后继续走高 鲍威尔的讲话来讲的话 因为他最近的对美国的股市依然是非常的不友善 那么其实美联储的里面的很多的官员 包括上周出来的美联储会议纪要 也是非常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 就是美联储官员对于未来的加息的步伐 是有不同观点的 那么但是我不清楚鲍威尔会说什么 因为鲍威尔他会当然市场上也有各种流传 说鲍威尔可能会比较鹰派 那么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等明天一点半再说 所以对于空头来讲的你们要小心了 因为这个行情实质性 我们依然可能会有一波再度的一个走高 或者我们下调 但是从现在的年尾的行情 气氛中国的形势来讲 我偏向于做多多一点 好吧 那么咱们周四再见 拜拜 拜拜